党的十八大以来,江苏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破话的经济强、百姓富、环境美、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宏伟蓝图,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,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。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。 江苏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,位于长江入海口北溢的南通,素有江海门户之称。 环境优美的武山片区是人们锻炼休闲的好地方。 我们经常的地域的路线呀这边,主要是一个空气特别好,这个路也修得好,人在这个风景里面其实心情也舒畅一点。 就在十年前,南通这片岩江岸线还是全国最大的进口硫磺集散地之一。 人们滨江不建江,进水不侵水。 生态文明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。 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江苏,并主持召开了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。 总书记深刻指出,要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,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示范带。 劳记总书记嘱托,江苏下大力气开展岩江生态修复, 加快构建生态绿色廊道,长江水域进补退补, 生态环保政策法规密集出台。 如今,长江淡流江苏段水质总体为二类,稳定达到优级水平。 岩江八市已记录物种数超4100种, 其中珍稀宾微物种数125种。 通过生态修复,真是苍苍巨变, 这个芦苇和江淳能重新又回来了, 又能看到了,我们心里特别美。 长江淡爱的一些污染设施都去除了, 我说这个环境污染这个治理呢, 真是力感尽,我们发自内心地感谢党和政府。 生态环境苍苍巨变,发展方式深刻变革。 十年来,江苏深入推进岩江岸线污染企业腾退搬迁工程, 特别是化工企业减少了4400多家。 重化为江不再成为城市发展之痛的同时, 电子信息、生物医药等产业在岩江城市蓬勃发展。 位于张家岗的这座产业园,前身是化工园, 2017年在全省率先整建制关闭, 2019年利用腾退出的土地重建新园, 形成了现在以新型材料生产等为主导的发展新方向。 预计到2023年,我们园区的总产值要达60亿以上, 母金效益是关亭前的两倍以上, 所以通过我们的律师发展, 使我们长江边的黄金岸线真正发挥我们黄金效益。 作为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, 江苏拥有全国最大规模的制造业集群。 党的十八大以来, 江苏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, 加快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改造, 数字化转型, 智能制造示范工厂, 智能车间建设不断提速。 预计到2024年, 智改数转项目可覆盖江苏全省5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。 今年在政府的指导下, 大力推进了5G的全副盖, 生产效率提升了30%, 预计今年运营成本下降3500万左右。 与此同时, 江苏还以产业基础高级化, 产业链现代化为牵引, 发挥协同联动的整体优势, 全面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。 具备良好工业基础和丰富门类的长洲, 近年来通过产业链的创新升级重构, 已崛起成为我国新能源产业高地。 在这里, 动力电池产能占到了全国的三分之一。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终有企业数量超过3400家, 双双位居全国首位。 从百亿元的项目到千亿元的产业链, 到万亿元的产业集群的跨业, 进一步优化产业发展的内申动力。 如今的江苏, 13个地市均已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。 6个先进制造业集群, 入围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, 数量居全国第一。 非凡十年, 江苏实现非凡巨变。 十年来, 江苏以全国1.1%的国土面积, 创造了超过10%的经济总量。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, 由2012年的5万4千多亿元, 增至2021年的11万亿元。 十年来, 江苏进出口总额从2012年的3万4千多亿元, 增至2021年的5万2千多亿元。 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超过3.7万家, 是十年前的七倍多。 我国五分之一的高技术产品出口, 来自江苏制造。 十年来, 江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, 由2012年的2万2千4百三十二元, 增加到2021年的4万7千4百九十八元。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3.9%, 比2012年提高10.9个百分点。 回顾过去十年, 在江苏发展的每个关键阶段, 总书记都对江苏的工作精准拔卖, 定向银行。 江苏坚决扛起总书记赋予的光荣使命, 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, 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。 江苏坚决定